为缅军罗蒂娜第一站着暴冷通败 土海硕整合行销提供分享 2017台北海硕网球公开赛冷门评传 今天亮相的单打四名种子无一幸免 包括去年冠军罗蒂娜全都一轮游展现出赛事高张力 今天贵内赛全面排战 中央球场由世界排名层居 第五的意大利名将艾拉尼打头阵 他在抢下手盘下遭逆转6比3 5比7 2比6败给澳洲19岁小将卡布雷拉 率先亮相的第七种子波格丹 同样是大战三盘遭逆转6比2 6比7 9点11分 5比7 布迪泰国康侃 接续包括第二种子罗蒂娜 排第四种子的大陆朱灵都出局 压轴登场的比利时维克梅尔 是大会第五种子 他对手地亚琴科 虽是从资格赛苦战出现 却是2014年单打冠军 今天也成种子杀手 以6比2 6比3阻断为克海儿的晋级录 排头号种子的白俄罗斯 女将杀巴莲卡明天亮相 第三种子断莹莹 第六种子韦奇里莎也要寻求突破 爱拉尼悲伤影响表现 苦战三盘遭逆转 图海硕震和行销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